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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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又只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抬不打算你了 我想自己一个人过 女生们千万不要再打报告了 女生们千万不要再打报告了 现实生活中没有爱豆 男生进球后第一眼看到那个女生 就是她喜欢的女生 赶紧表白吧 憋了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感情是两个人的交流 不是你一个人的脱口秀 女孩先表白很正常 不丢人 她不拦着你买包 你也别拦着她买鞋呀 你要是想要什么礼物就直接说 信别太多别太作 我的手机关你屁事 不要因为谈恋爱呢 就什么事都指望她去帮你做 有话直说 别以为你们心有灵犀 女孩可以喜欢比自己优秀的男孩 但是男孩喜欢比自己优秀的女孩 就是吃软饭吗 你可以网购 但是一天五个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要尊重她的职业 学历高就瞧不起吗 男生优不优秀和放量无关 恋爱不要夹杂太多的目的性 比如为了结婚 如果一个男生总是挑你刺 那他可能早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夺命连环靠 不会让他更想离你的 如果同龄的人才能看恋爱 那心理年龄相同 也应该算同龄 小桌一行 大桌伤感情 想起农村也没见你 想起我们种的大米 千万不要追求什么高富帅 找一个真心喜欢你的 懂你的人 闺蜜又不是你妈 别什么事情都找她 太计较的不是谈恋爱 是做生意 一起变老之前 先准备好一起面对中年危机 冷战并不会让你们真正的冷静 平时要求男的要主动 讨教要求男的要闭嘴 比如都叫你站了 少唠叨两句话 他也不是故意的 一定要跟你爱的男人在一起 因为钱啊 车啊 房 过二十年你也会有的 翻旧账 旧伤加新伤 就会两败俱伤 要是为了房子谈恋爱 你的人生啊 也就这么点了 先认错的那个 反而更勇敢 感情失败 不是人生的失败 练那么多标准都是虚的 不让你伤心的 才是好男人 女人不要太实际 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那个完美的人 我觉得处理一下这个事啊 要有女人为主 是最好的 爱情就是 你老了 还是愿意跟你做伴 去医院有老伴陪着 那比什么都好 有台阶就下吧 珍惜你身边的这个人 要不然不知道哪一天 她就不在了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合适 也可以不听父母的 实际上爱 还是会让你失望的 我这辈子呀 最勇敢的一件事 就是27岁的时候 和她在一起了 和她在一起了 她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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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一起了